呃,你师兄这段时间搞什么呢?我去单房都没找到。 叔,我也不知,师兄最近在后山平了一片地出来,隔三差五就跑过去,好像是在研究神通。 嗯,九九掐腰挺胸,一阵沉吟。 灵娥,虽然单字称呼显得亲密,但可不可以喊我酒。 叔就有些过分了,我很男人婆吗? 灵娥低头瞧了眼身侧那人世间的某种罪恶,轻轻叹了声,师叔,您是不是没酒喝了? 嘿嘿,九九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,最近想闭关,缺口有些大。 这不是想看你师兄,最近有没有什么活缺人手? 你师兄缺吗? 师叔您之前已经帮了我们小穷风很多了,灵娥名嘴轻笑,拿出了一只宝囊,之前师兄已经叮嘱我了,早就为师叔准备好了。 那你不早拿出来? 九九顿时来了精神,随手将宝囊抢了过去,看了眼宝囊之中的存货,顿时一阵爽朗的大笑。 完美演绎了,找人借钱前后的微妙心态。 有酒岂能无菜? 走,去看看乃只灵兽病了。 灵娥昨天还说,几只罐罐鸟可以吃了,咱们今天就烤两只吧, 还要给百凡店长老送两只过去呢,那还等啥?走了走了,片刻后, 祸,这只不错,天网灰灰,肥而不腻,救它了。 于是,小穷风上飘起了诱人的香味,考虑到那些灵兽的情绪, 熊灵力,灵娥和九九,专门去了远处的林子中,架起了铁锅与考架。 一阵笑闹,酒足饭饱。 三人一同收拾起此地的吹具,熊灵力就扛起了自己的小锤锤, 要去做她的日常任务,山中巡逻。 九九笑道,灵力,这里是门内,外有一层护山大镇, 不会有人偷偷摸摸来封上的。 不行呢,熊灵力颇为认真的回答。 山上这么多灵兽灵草,不看着,让人偷去了咋办? 表兄搞的这些东西,也不是大风吹来的呢。 表兄叫我修行,给我这么多东西吃,我肯定不敢偷来啊。 而且,不算这些,表兄交代过的事,我都必须要完成。 灵娥柔声笑道,有劳失输了。 嘻嘻,你们要是斗大神缺人,就等我忙完了哟。 熊灵力小脸一红,大手一挥, 扛起云中子仙人,亲手炼制的灵宝大锤,朝山中大步而去。 走得稍远些,他口中还哼着自编自造的小调。 表兄叫我来寻山,寻完左边寻右边。 倘若谁敢偷鸟蛋,一拳把他打稀烂。 灵间顿时响起了愉悦的鸟鸣售吼熊咆哮之声。 灵娥轻轻赞叹,熊师叔完全听师兄的话呢。 嗯,久久抹了抹嘴,俏脸上写着几分过意不去。 他多少也是有些良心的,沉吟两声,也总不能白吃白拿。 咱们去看你师兄在做什么吧。 灵娥忙道,没事的师叔,师兄不喜欢被打扰。 这怎么能是打扰? 久久哼道,本师叔如今修为在真仙境大后期, 眼看就要冲进天仙去了。 堂堂门内准天仙,想给你们干点活,竟然还不乐意。 灵娥眨眨眼,刚想继续劝说,就听师兄传声入耳。 那,灵娥笑道,咱们一起去后山吧,师兄那边刚好去人手。 久久这才满意地笑了,驾云带着灵娥飞往后山那处, 不知何时建起来的隔绝大阵。 进了阵中,久久与灵娥就见到, 各处分布的数十座直径约十丈的圆形草棚。 草棚之下,生长着各类仙草。 这些仙草似乎是同一种类,仔细分辨,却又有细微不同。 大巨灵阵。 久久那双圆眼一瞪,看着这些草棚下方不断流转的灵光。 它虽然不通阵法,但也认得这种大阵。 凭它千多年的阅历,自然能看出, 此地种植的并非珍贵灵药, 而是一些普通的仙草灵草。 但地下,却有一座巨大的巨灵之阵, 接引天之氢气,汇聚地之灵气, 在此地用以培育这些杂草。 这是在搞什么? 这边有个牌子啊? 也是第一次过来的灵鹅,轻生到了巨, 仙群飘动间,落在了巨灵大镇边缘的那只木牌前。 小穷风仙斗种植地,摆帆垫准剑。 正此时,李长寿挽着衣袖, 从远处草棚走了出来, 身上的长衫满是泥点, 但嘴角带着几分笑意。 过来这边吧, 给你们看点好东西。 灵鹅和九九不明所以, 满是好奇地聚了过去。 有减脂成人魔改的经验, 以及大法师所赐那门身外化身神通做技术支持, 这次撒斗成兵神通的改良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。 李长寿最开始被撒斗成兵做出的兵位要求并不算高, 只想着他们能有原先进的战力就够用了。 但李长寿自己都没想到, 他在改良这东西的过程中不断有灵感涌现, 只是一个多月通过他对几类原生仙斗的培育、 杂交、催俗、对施法口诀、 手印不同组合的尝试以及融入高深的身外化身之法。 他已经搞出了三大斗兵种, 十二小斗兵种。 当前来说, 这些品类已经够用了, 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就是提升这些盗兵的个体实力。 再之后, 就是推演一些千人战阵, 万人战法, 让这些盗兵能够真正发挥出战斗力。 路要一步步地走, 一口气也吃不下一头昆蓬。 这次罕灵娥和九九师叔过来, 也是想验证下当前阶段的成果, 顺便研究下如何在杜仙门推广这门神通。 当然, 要推广的是原版神通, 改良的仙斗也不会轻易流传出去。 李长寿将撒豆成冰的原版神通, 直接传给了九九师叔与灵娥, 并给他们做了个示范。 随手撒出几颗豆子, 化成了三名身穿皮甲, 身段鲜绣的工兵。 李长寿是用龟道尽修为做出的道兵, 他们的实力也不过勉强堪比反虚镜。 随后, 李长寿下达简单指令, 那棵树。 他们面无表情拉公开箭, 法力凝成的箭矢, 精准地射中百丈之外一棵大树的树干, 在树干上留下了三只透明的窟窿。 九九轻声赞叹, 这个不错。 灵娥小声问, 师兄, 这个跟简纸成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? 简纸成人神通所画的指人, 只要其法力不耗尽, 便会一直存在。 李长寿温生解释者, 但撒豆成兵神通做出的道兵, 只能存在几个时辰。 言罢, 李长寿抬手轻震, 三只道兵化作流沙, 缓缓消散。 他继续为师妹讲解。 简纸成人做出来的指人, 需要你分神去控制, 不然只能做一些扫地, 采集这些简单的活。 但撒豆成兵做出的道兵, 只要给他们一个战斗的意念, 以及简单的指令, 他们就能战斗到自身崩散。 话语一顿, 李长寿看九九诗书在旁, 有些跃跃欲试, 就道, 要不要做个游戏? 九九顿时眼前一亮, 喜道, 你又开发小穷风的保留项目了? 算是吧, 李长寿随手拿出了一只空瓷瓶, 在其中装入了十八颗色泽, 品向不同的仙豆。 随之, 李长寿现场开始制定游戏规则, 这个项目暂定名为斗仙人。 斗是斗子的斗, 与斗法的斗同音。 参赛选手每人抽取一颗斗子, 只用参赛选手中修为最低之人的法力水准, 用洒斗成冰神通进行催发, 然后让他们斗法分个高低上下。 怎么样? 九九顿时有些嫌弃, 这不是跟斗仙重一个意思吗? 没什么新意啊。 诗书您看得太短了, 李长寿摇摇头, 仙崇不可控, 盗兵却可通过心神掌控, 就相当于下场斗法的提升。 我们可以搞一些设定条件, 比如两个老巢, 一条河道, 几座石头塔, 让炼气式控制的盗兵不断对抗。 单人, 双人, 多人同时下场, 这里面, 花样多得很。 九九歪着头想了想, 双眼渐渐放光, 李长寿眯眼轻笑。 这其实也是他有心之举, 借这般方式, 将洒斗成兵之法, 在杜仙门内推广开来。 若是再遇到外敌, 门内也就多了几分应对的战力。 李长寿对雄灵力传声, 让他也赶了过来, 人多热闹一些。 紧接着, 四人随机选取了四颗仙斗, 以灵鹅的法力为准线, 同时施展洒斗成兵。 雄灵力本身实力虽强, 但修道境界偏低, 无法施展此神通, 由李长寿代为施法。 李长寿先将雄灵力的斗兵做了出来, 就听啪一声轻响, 雄灵力面前多了一位身着冰蓝斗篷, 白亮皮甲的剑兵。 弓兵斗篷上还写着四个大字, 冰寒剑兵。 乖乖, 真的能变成人。 雄灵力顿时一阵赞叹, 围着这剑兵一阵转圈。 我先来吧, 灵鹅笑着道了句, 像模像样地将豆子撒了出去, 按师兄传授之法, 迅速捏, 弄手印。 啪! 青烟过后, 灵鹅面前也多了一名斗兵, 这斗兵身穿黑色斗篷, 戴着黑色头套, 手中提着两把弯刀。 同样的, 斗兵的斗篷上写着四个大字, 弯月刀兵。 小长寿先来, 久久对李长寿抬了抬下吧, 我要当大招。 李长寿含笑点头, 随手将豆子扔到面前, 像模像样地掐了几个法掘, 面前便多了一道魁梧的身影, 手中提着两只铜锤, 他斗篷上的四个大字也是霸气, 霸熊垂冰。 熊灵力顿时双眼放光, 小声道, 表兄, 我喜欢这个。 李长寿笑道, 不可以换牌, 我们比赛虽小, 也要公平公正。 嗯。 熊灵力立刻点头答应了声, 小脸上满是认真。 于是, 三人目光汇聚在了久久身上。 久久微微一笑, 自有一股风轻云淡之感。 他将手中仙豆捏在指尖, 嘀喝一声。 呆。 久久指尖绽放一缕仙力, 与灵娥施法师的法力持平, 用仙力将豆子包裹, 扔到身前, 双手迅速掐弄法掘。 那巨大的罪恶轻轻晃动, 蚂蚁短衫威情不断。 洒豆成冰? 啪。 仙豆随之炸碎, 一抹滤烟掠起, 在久久面前迅速凝聚, 凝成了, 成了。 嗯? 久久歪了下头, 不由蹲下来, 盯着面前这一尺高的奇怪道兵。 他有一只直径半尺的长嘴, 一颗圆圆的绿色脑袋, 两只墨点一般的眼珠, 脑袋下面是一条根筋, 根筋中间部位长着两只对称的枝鸭, 下面还有两只同样的枝鸭, 似是双脚一般。 一只竹牌落在了久久脚边, 上面也写着似的大字。 豌豆射手。 这! 久久额头满是黑线, 嘴角疯狂抽搐。 扑斥一声, 灵娥顿时没忍住, 连忙扭头无嘴。 可, 李长寿正色道, 没想到, 最珍惜的道兵都被师叔你抽到了, 这局你已经赢了。 不行, 我要换一个。 久久顿时一阵抓狂, 跺脚尖山摇地动, 十分壮观。 然而, 李长寿淡定的一笑, 让久久念了一段小小的法诀, 就听一声, 呸! 那, 豌豆射手口中喷出一只拳头大小的珠子, 这珠子流转五行火, 经气息, 急速飞出百丈, 在一片荒地上炸开, 炸出了漫天烟尘。 烟尘过后, 留下了十丈直径的大坑。 这, 还只是灵鹅水准的法力, 催发出的斗兵。 灵鹅和久久对视一眼, 都有点震撼。 两人虽然平日里胡闹了些, 但也都非愚笨之人, 此刻均感受到了, 这门洒豆成兵神通厉害之处, 以及这般豌豆射手的神威。 有些不足的是, 这只豌豆射手移动缓慢, 只能做固定炮台来用。 而这, 也不过是李长寿在魔改之神通的道路上, 迈出的一小步。 久久突然喊了声, 豆法开始。 三人猝不及防, 那豌豆射手已经开始连环, 呸呸呸, 炸得其他三只道兵狼狈奔逃。 小穷风上, 顿时回想起了久久猖狂的大笑声。 这笑声被那些路过杜仙门的鱼儿带走, 飞往了东海之地。 殿下, 这些够了吗? 东海龙宫, 两座巨大的蛟龙车架上已经堆满了宝箱, 一旁的龟仙人擦了擦额头的热汗, 问着一身轻袍打扮的敖椅。 敖椅想了想, 再来一车吧, 主要弄阵法类宝材。 这, 老臣遵命。 思思回他族内取宝, 作为点长寿兄的礼物, 也不知他现在回来了没有。 敖椅喃喃一声, 分开了几个时辰, 也不由有些挂念。